课堂那些事 小恐龙啊 我给你讲的课 都是我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 一定要好好学认真听哦 我知道了老师 我会认真听的 也许你会觉得有点枯燥 我允许你偶尔开点小差 但是我每节课的最后一句话 你一定要提好 这是重点 老师 我真的记得你说的最后一句话 好孩子啊 那你给我说说上节课最后一句是什么呢 下课 小恐龙 怎么了 老师啊 我刚刚做了个噩梦 孩子啊 别怕 噩梦才刚刚开始 我讲的这些都不难 只要不是太蠢的就能听懂 可你们为什么还是不会做 这样吧 有没有觉得自己蠢的同学 请站起来 怎么 你觉得自己很蠢吗 不 程老师 我是不忍心让你一个人站着 今天体育老师生病了 这节课改上数学 我一般的人呢 都跑哪去了 难道今天我又生病了